我是黃榮佳 在維園舉行的公展會 今日閉幕 許作權現在就在那裏 跟他談談了 許作權最後一日 那些東西會不會特別便宜一點呢 黃榮佳 我們都見到多了一些攤位 就割價促銷 所以早上公展會開門到現在一個多鐘 已經逼滿了不少市民 專門來掃便宜貨 當中以賣食品的攤位就最受歡迎了 每次一些賣 售賣深熔海味 或者應節食品的攤位 就逼滿了人 很多攤位都說 他們今天把標格再壓低 是大約一成 因為想著 免得再把貨物搬走 所以今天都寧願要錢就不要貨 而很多市民都拖著大行李小行李 來到這裏買東西 很多人都說 因為過多幾個星期就讀農曆新年 所以都是特地來辦年貨 雖然今年經濟環境不太好 但他們說過年辦年貨的消費 不會太受影響 來一次 來一次 為何再來呢 想著今天便宜 我腳走不了 拉不到這麼重 所以走多一次 買多一點 明天沒得買了 應該差不多要拼煉貨了 那會買多少錢 預算花多少錢 幾千元 可以買新蓉 海塵 海味 這些東西 我們和一些商戶談過 他們都說 今年的生意額比他們預期好一些 而大會方面就說 今年的入場人詞已經破紀錄 至昨晚為止 已經有208萬人詞入場 報道先講到這裏 交分給黃詠嘉 謝謝你